真是落島就糟糕了 講開又講 跟進回香港的事情 謝偉俊 先講講工聯會 因為講Google問題 其實都跟進了很久 葉劉就說用權力及特權法去召喚Google 這個就被湯家驊撥完冷稅之後 又被另一個立法院的同事撥冷稅 那個就是謝偉俊 謝偉俊昨天就在大明大放說 不是 應該是昨天還是前日 他說 人家始終都是國際性的傳媒機構 嚴格來說不是傳媒機構 人家標籤自己做一間科技公司 科網巨企 只不過他自己搞這個Google search engine 有一個傳媒效應 有很多新聞機構 很多記者 現在就越來越懶 好像我們上網去找資料 還有他收購YouTube YouTube也算是Google service旗下的一部分 這也是平台 就算YouTube也是平台 因為他裏面提供一個平台給你 很多不同的頻道在上面做傳媒 這樣而已 你不可以叫Facebook是傳媒的 他純粹提供一個平台出來 你要放就在那裡放 所以他就說 Anyway 這些西環契仔就是這樣 始終是國際性的傳媒機構 網上的安排 很多時候不是一個政府可以做得到 很多法例包括網上詐騙 國歌 國旗 很多這些要求是希望做到 甚至手可以伸得很長 伸到外國都可以執法 你想當然是這樣 你立國安法的時候 我們都說 是宇宙都歸你管的 是啊 這個就叫做長臂管核權 但是事實上很多時候都做不到 這個情況不單止在香港 全世界國家和社會都需要檢討 是不是單靠傳召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是有保留的 都說了 傳召 他都是找低級職員去應付你的 湯家懷就跟你說了 你找不到CEO 只有銷售市場 Google 但是我又回應你謝偉俊 你說 我們當然想去伸到很長 去到外國都去執法 事實上很多情況都做不到 又要檢討什麼 檢什麼肚子 哪裏你檢討 立國安法的時候你有份嗎 謝偉俊 其實不用想的 他們正在做 我們上個星期五 就正在說 Marco Rubio 他們嘗試上DQ這個 香港經貿辦 他本身在美國裏面的外交豁扁權 其實如果你認真去看的話 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 原來這個經貿辦 他原來都已經在美國裏面 即美國裏面的經貿辦 他是嘗試去到 將這個移美港人 起他們底 因為他們如果從事這個香港民主運動的話 就有機會犯國安法 他們未必會執法 但他們會組織 嘗試游說美國國會 嘗試去收集 在美港 在美支持民主的香港人的資料 這些其實都 某程度上是當於海外執法的 其實已經在做的了 他可以做的 已經盡量做的了 你說這個經貿辦 有些人說他可以收封 可能是 是啊 用來做起底 所以才有一個理由要搞你 不過他國會報告沒有這樣寫明 但是謝偉俊 再一次撥葉樓冷水 其實你說到尾 你說這裏不僅止香港 單靠全朝 解決不了問題 是不是可以 但是 最後問到你了 你本業了 你自己是做律師的 別人問你 是不是可以申請禁制令 禁止Google 顯示不是正確國歌的內容 謝偉俊就說 禁制令是會牽涉到司法管轄區以外的地方 即是說不到你管 就是這樣說 如果你 你是做一些規管Google 而Google 他提供的資訊是世界性的 是啊 你從資訊來說 首先他不會像 俄羅斯大陸這樣 他會把伺服器放在大陸 放在俄羅斯 最先做一件事 就是俄羅斯的做法 如果要規管 一些網絡巨企 尤其是提供一些新聞網站 如果你要放在俄羅斯 以不受規管的話 而不受到約束的話 你一定要在俄羅斯 就搞一個 即是 要搞伺服器 你的伺服器一定要在俄羅斯 跟著大陸又學了這一套 那麼 你現在香港不是 現在香港和Google 本身已經脫勾了 已經是 那時候就說過 特朗普時代 特朗普最後那兩年 就是決定 白宮拍板 不讓Google 海底電腦 駁到香港 其實不止 19年 你看到19年 我們那個抗爭運動 以至到產生各種不同的人道災難之後 其實美國很多政府的網站 例如美國那個國家統計局 很多數據說明 是駁掉了香港IP 是啊 還有的 我不知道我看到前天 有人提供 好像自己寫一宗新聞 Google 終止了香港的 某個超級數據庫計劃 原本是在將軍澳那邊 我記得很近平隔 平隔部舊子那裡 其實在講的 不是因為什麼政治理由 好像是 香港政府那些 租務條件 奇奇怪怪的 Google自己本身受不了 所以放棄了 數據中心 其實這個已經有一段時間 但是它是10月的時候傳出來的 因為就是 Google在台灣和新加坡之後 它就在日本 就投資了50億 在日本搞第一個數據中心 你看一下 如果你看回Google 你在台灣 在新加坡搞稅據中心 偏偏就是你在香港沒有份 香港其實 我們剛才說的 我如果講基建 香港是很成功的 香港是很成熟的 你只是講網速 全球最快的 比我們香港在英國看世界盃的 但是人家偏偏就不搞 不是搞數據中心 為什麼呢 海底電纜 你首先沒有海底電纜 就已經先天不足了 然後就講數據中心 我擺一件事 我信得過你 我才投資在你 如果你下一次 動一些 就陷打核散國安法 就算Google 不是因為政治壓力 他自己都不敢投資 就這麼簡單 Google這件事 講到最後就是戰略的問題 這件事本身有先例可循 我們追溯到遠到一個點是什麼呢 就是講 共產黨成立之後 曾幾何時呢 英國人都想過一件事 中國風險的問題就是 英國在佔領的那條航道上面 尤其是馬六甲 在新加坡建煉油廠 為什麼不在香港建的 你想想 全球那些油損 走來走去 如果兩個地方都是煉油廠 他真的賺到盆滿盆滿 香港就是因為有中國因素 所以不建 所以你連帶到Google 為什麼不把超級數據副中心 放在香港那裡 其實某程度上 中國風險 對香港是有嚴重的影響的 是 SnowByDoc 就講得很精確 他很準確 就是說 他們一直有個誤解 Sewerge Engine 提供的結果 並不是一個答案 而是網絡上的趨勢 這個我們知道 大數據 全世界在說什麼 全世界的價值觀 和興趣的走向 在哪裡 可能 第七八條結果 就是義勇軍進行 原則上Google沒有做錯 要找答案就找Wiki 對的 所以我們之前說過 如果有時候我手機按 不是手機按 我就是問Siri Siri 香港國歌是什麼 他就會彈出來第一條 自定那個 正常的search result 就是Wiki 而Wiki裡面 我上次就示範了 他看到 以前 最開放的時候 就是英國國歌 之後就試過幾年軍之代 日本 做過日本殖民地的時候 之後又做了 God Save the Queen 然後就是義勇軍進行曲 如果你真的要search 這個結果 但是Wiki 代不代表最權威的解釋 但是最嚴重的是 如果你想找網軍 教Wiki 首先 和Google一樣的道理 你首先給大陸的十四億同胞 你只靠胡錫進 靠趙立堅 那些特權階級 才可以上到 那你沒辦法 因為你那十四億人 是被人拿來做什麼呢 拿來做網軍 周圍全球走去做鴻客 攻擊其他不同的網站 你自自然知道 為何中國人 今時今日變成這樣 Petty Line 做了補充 Google Turn Down Data Center 已經有兩年 位置 應該是你剛才說的 在Hong Kong Exchange Data Center 後面 建築圖已經出了 但是2019年之後 就是Pending 因為白宮的壓力 好像是今年才正式 Turn Down的Project 你現在正式Turn Down的Project 就是在找替代 那個替代就是日本 最新的計劃 就是50億 在Google 在50億 放在日本裏 搞數據中心 這個很合理 現在日本真的 吃了很多不同地方的投資 除了Google 的Data Center之外 台積電 除了在阿里桑拿州 建了新廠之後 都在說 熊本那邊有投資 Sony 本身是日本公司 但問題是他很多時候 不喜歡在日本開廠 都在說 在熊本那邊 搞這個 一個職員工廠 做什麼呢 做A7的感應器 嗯 是的 所以 你現在 喊打喊殺 國安法是沒有用的 你搞不到人 你制裁不了Google 人家Google 已經暗底 你制裁了你 其實是你先 是啊 其實你搞Google 搞到最後你怎樣 你作為一個政府 你就是一件事 靠客人的就是 你不要去做生意 你不配合特區政府 就不只是在做生意 但是別人告訴你 香港的生意額 佔它整個全球的版圖 是非常小的 其實不只 我們問過一些網友 他們都甚至在說 一件事 就是 香港今時今日 搞到一個 就是大陸 倒到難找 是 你Google 他就搞不定 特區政府 永遠就是 氣善怕惡的 你學誰說的 就是一個 極醜惡大宋 香港警察 就是黑暗醜惡的 特區政府 就是稀善 現在我就改句 特區政府 就是稀善